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现在又升级了 除了签署香港自治法之外 他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来制裁中国 而这个行政命令将会终止 香港长期以来享有的经贸优惠待遇 而现在除了美国 英国 澳洲 芬兰等各国 也都有相对应的措施要来回应 在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带您一起来讨论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是召开了记者会 而且开门见山他就说 香港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 局势不佳 自由没了 权力也被剥夺 他认为香港已经无法再跟自由市场竞争 那为了反制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 所以他就签署了香港自治法 同时还有一项行政命令 要终止香港的优惠待遇 我们先来看看 根据这个香港自治法 川普是可以对那些被点名的官员 冻结他们的资产 拒绝发签证 或者是拒绝他们入境美国等等措施 来进行制裁 那至于签的这个行政命令呢 则是终止香港长期以来享有的优惠待遇 香港就跟中国其他城市是没有两样的 它不再享有特殊权益跟经济待遇 同样也都必须要克高关税 那当然了 更是不能从美国出口敏感的技术到香港去 可是呢面对川普现在祭出的惩罚 后续恐怕美国又要迎来没完没了的中国制裁 因为中国外交部已经发了声明谴责 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任何外国都是无权干涉的 同时呢也扬言说 美国如果想要阻挠香港国安法 这个计谋永远不可能得逞 还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那么中方为了要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一定会做出必要的反制 会对美方相关人员 还有相关机构来实施制裁 呼吁美国悬崖勒马 不要一错再错 但是其实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 有很多的盟友对于中国的态度 都已经开始动摇了 比如说英国 英国先前本来不打算要完全封杀华为 可是现在首相强森态度倒是非常明确 在昨天他已经宣布了 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2021年开始 英国的电信商禁止在采购华为的 5G网络设备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2027年之前 要把华为已经安装在电信设备里面的 这些器材全部给拆除 全部撤换 同时也接纳BNO香港人移民到英国去 英国的外交部他们也有进行一个预估 说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大约会有20万名持BNO护照的香港公民 移居到英国 至于澳洲则是已经暂停跟香港的引渡协议 而且也把香港公民的签证延长五年 另外呢 他们也愿意提供目前已经在澳洲境内生活的那些香港学生 香港劳工提供他们永久居留权的机会 至于加拿大跟芬兰 他们则是把引渡香港的协议也都取消了 为什么很多国家都纷纷把引渡协议取消呢 原来他们担心根据这个港版国安法 嫌犯是很有可能被移交到中国大陆去的 那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事情 他们不晓得会不会被关门审判 或者是最糟的情况是被判死呢 所以现在他们认为引渡条约不再适用 中国六月底通过港版国安法掀起香港抗议者浪 也引发国际社会陆续制裁 美国接起制华第一报 在获得美国国会两院支持之下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 以回应北京对香港自治的干预 这项行政命令将终止美国长期以来给香港的优待 等于香港和中国其他城市将会被疑视同仁 不再有特殊权益及经济待遇 更没有敏感技术的出口 而且同样必须被课征高额关税 不利于中国经济 直接不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川普对北京立场强硬再升级 让其他亲美国家如英国 抗中动作也随后跟进 英国准备以两个阶段来进入华为5G社 第一是2021年开始 英国境内禁止增添华为5G的网络组件 第二是2027年之前 英国要全部撤换已安装的华为设备 等于现有的华为设备 必须从英国的5G建设中通通拆掉 英国跟上美国不复杂的华为设备 英国跟上美国不复杂的华为设备 华为中英两国20年的长期友好关系 即将画上句号 英国政府更计划要让持有英国国民海外 BNO护照的香港人 除了继续拥有目前的免签居留 六个月之外 还会进一步授予移民权利 借此收留想出走香港的香港人 如今澳洲也不想落人后 对抗中国绝不缺席 近期宣布新的签证措施 主要是为已经在澳洲香港公民 延长五年签证 以利于港人申请永久居留权 既加拿大之后 澳洲也在先前暂停了 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而属于欧盟的芬兰 居然也采取同样动作 反映出欧盟 对中国态度似乎也逐渐转映 随着各国纷纷抵制 中国如今俨然 似乎已成为全球重视之地 三立新闻 听不懂 而提到了香港自治法 最早其实是在五月二十一号 由共和党 民主党籍的两个参议员 他们共同提出 接着参议院 就在没有任何议员的反对下 未经投票 六月二十五号通过了香港自治法 接下来呢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参众两院都完成表决 然后川普最后在今天正式的签署生效 那制裁的对象包括谁呢 包括有中国香港的官员 还有机构 比如说香港警察啦 或者是负责实施港区国安法的那些 中国官员 港府官员 另外银行跟金融机构 也被纳入了制裁的对象 因为如果明明知情 但是呢 却跟上述人士有大量的资金往来 那么这些金融机构 可能就会被制裁 接下来就会导致银行 不能跟美国交易 那也不能用美元去结算 等于是要打击中国的资金链 那么这一项法案呢 也被解读 是要打击北京 但当然了 也有利于川普的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了 香港自治法 目的就是要反制 中共先前通过的港版国安法 我们都看了什么事 不是很好的情况 他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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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在六月底通过港版国安法后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两日内迅速通过了 香港自治法 并递交给白宫 给川普签字 显示出美国朝野 反击北京的决心 势在必行 美国的香港自治法打击对象十分明确 一是有涉及港版国安法的相关官员 二是没有好好维护一国两制的相关金融机构 而针对官员的制裁 除了将冻结他们在美资产 也将禁止本人和家属前往美国 至于被制裁金融机构 则将不准向美国金融机构借贷 也禁止银行及外汇交易 更限制商品或技术出口等往来 而要被制裁的名单 则是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法案生效后 90天内一并提出 一旦违反制裁 最高判刑20年徒刑 外加100万美元的高额罚款 虽然美国这项反案 并不是全面性制裁中国 但对北京下马威的意味十分浓厚 外界解读美国其实一大目的 绝对离不开选举策略 川普迅速出台 香港自治法无疑是给予选举对手 拜登庞大的压力 因为川普猛打中国 等于就在巩固选情 凸显香港自治法内容 似乎和香港福祉无关 最大获利者恐怕 就是川普本人 三星文整个多